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来给大家讲的方法是 调理我们的便秘 是因为你体内火气比较大 导致你的大便干燥 两三天不排便 引起的便秘 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给大家卸火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学习 学习了你就会受益 在学习的过程中呢,要点赞 收藏,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们 好,下面呢 我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怎么样去操作 这个方法呢,简单的 你看一遍你就会了 就用你的大拇指去这样 旋圈的搓你的掌心 搓掌心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把掌心搓得 温热起来,温热起来 就慢慢的去搓,把你体内的热呢 能给它散出来 掌心是什么,有一个 我们的劳工,劳工的这种心 就是往外散一些热 是非常好用的 你用大拇指放在这里去搓 是没有问题的 好,大家顺时针也可以 你说老师我逆时针转一转 行不行,也可以 好,我建议大家顺时针啊 顺时针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 你搓三百次或者是搓三到五分钟 让你的掌心发热 好,掌心发热完了以后呢 搓另外一侧 好,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 三百次或者搓三到五分钟就可以 好,搓到掌心温热 两个手掌心都温热了 再喝一杯三百毫升的温水 这样的话 很快你就要去上厕所了 这种情况下 第一,火气大 第二个呢 体内有火呀 干燥水不足 我们把它掌完了以后呢 把火往来泄泄 再喝一点水分 让它比较湿润 那你自然而然呢 就能排便了 有这种火气大的家人们 便秘的家人们来看过来 按我的这个搓手心的方法去做 大家练习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我会为你解答 谢谢